医疗团队最新研究发现 年轻人耳鸣有可能是脑中长肿瘤的前兆 耳鸣的患者 未来发生脑瘤的机会 在良性是1.65倍 也是增加了65% 那恶性的脑瘤 就是恶性的脑癌部分 就是1.66倍 也就是说我们耳鸣的患者 真的会增加良性跟恶性的脑瘤的机会 研究显示 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 台湾地区大于20岁的民众 听神经流的年发生率 大约是每10万人 约2.66人得病 换算全国2300万人 一年大约有611名新发个案 女性发生率比男性稍高 年轻人的话 基本上不容易耳鸣 这时候如果你有耳鸣 如果你是处于搏动感的 像心跳一样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脑子里面长血管瘤 医师提醒 当耳鸣超过一周没有好 或有睡眠障碍者 应就医检查 平时应避免抽烟 喝酒 远离电磁坡等 以减少得脑瘤的机会 大爱新闻 县民方林兴红 嘉义大林报道